花莲丰冰大石鼻山步道社有即时影像 为了让民众可以24小时上网看到大海的美景 不过没有想到转有年轻游客自动转动了镜头 把即时影像监视器拿来当作相机与朋友们一同入境 而东晚处表示万一损坏设备的话恐怕会被开罚最高50万元 大鼻石山即时影像呈现一片山海美景 但在下一秒突然遭到转动 原来是有游客擅自把影像监视器拿来当相机 要和朋友一起入境 东莞处目前在十处热门景点假设即时影像系统 在网路上24小时透过网路直播 让全世界都看见台湾的自然美景 没想到这次却遇上这种破坏行为 东莞处也呼吁民众要爱惜公务以免受罚 基本上因为那个我们的即时影像镜头其实是电脑控制 它的一个转动的一个巡回的一个方式这样子 那应去转动它有可能会造成它那个转动头可能会损坏这样 那如果说真的造成损坏的话 依照我们的发展官方条例第62条 其实是可以处这个50万以下的一个这个好款 那不过索性这次的这个镜头这个移动 我们去警察过目前是还蛮正常的 所以应该是没有损坏 游客一时贪玩不仅引起民众不满 还有可能开罚最高50万元的罚款 就怕设备遭到破坏 东莞处也请游客不要任意乱动 否则下场恐怕得不偿失 记者封冰箱综合报导